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透过AIT发言人对外放话反击说 莱猪很安全 台湾政治人物在消费者之间散播不实的资讯 也就是所谓的假消息 只会引发毫无根据的焦虑 对所有人均无注意 作为美国驻台的外交人员 丽英杰处长这样的言论 是明白着清门踏户 要干涉台湾的内政 丽处长以为和台湾的外交部长常常见面 碰手肘 就可以对台湾行之有年的冯简出的内政 指手画脚 说三道四吗 作为台湾的立法委员 我要对丽处长这种违反国际外交的原则 干涉台湾内政的高傲姿态还有言论 表示严正的抗议 美国在台协会AIT 只是一个协会 不是领事馆 更不是大使馆 但是这么多年来 台湾政府对他的唯唯诺诺 助长了他公然干涉内政的政治坏习惯 美国在台协会AIT 台湾被你们拿走的还不够多吗 你们今年卖台湾武器 赚走了三千五百多亿 明年 你自己还宣布要再卖四千五百多亿的武器给台湾 你赚走台湾人民这么多的纳税钱 而我们的国防部部长 却连你们要卖我们什么武器都不知道 你们这样明目张胆地图立自己的军火武器公司 民进党政府懦弱地不敢抗议你们 请销军火 当台湾人民反对莱猪的时候 你还要动不动就拿贸易障碍来恐吓台湾人民 这完全就是不平等的贸易关系 AIT 不但要大大赚我们的钱 还要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赔上健康 难道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台美关系史上最友好的表现吗 美国在台协会AIT 台湾政府对你们还不够低声下气吗 2004年 陈水扁政府租给你们的内湖区金湖路100号的土地 面积总共是6.5公顷 是台湾行政院基地面积的2.5倍 租期99年 租金只有3亿3900万元 平均每个月的租金是28.5万元 换算下来 平均每一平的月租金不到15块钱的新台币 寸土寸金的台北市 哪里能有这样的租金行情 这根本就是租借99年的再版 99年到期之后就改为租借99年 AIT建在内湖的办事处居高临下 一手难攻 还进驻了军队 你们把军队进驻在AIT的成租土地上 是违反了国际规定的 因为这片成租地并不是你们的领土 你们无权驻军 你们在台驻军难道是为了要防范觉醒的台湾人民吗 可是你们美国在台协会这次在进口莱猪议题上的言论 已经让台湾人民非常反感了 台湾人民就算去到了内湖你们的AIT办事处抗议 也只是民主自由的恰当表现而已 而我们来看 从美国二次大战之后的国际干涉历史 你们美国在台协会也许会得意洋洋的说 就算是常年来对台湾高调傲慢还有威胁恐吓 那又怎样 至少我们没有策动政变 没有轰炸总统府 没有找借口出兵侵略占领 想对待越南 拉丁美洲 阿富汗 还有伊拉克那样 如果是这样 我想正告美国在台协会 你们长年以来在国际上战争犯罪的霸权袭净 不是立处长您外表温文儒雅就可以掩盖的 最终还是要面对全世界主张正义的人民公开审判的 至于蔡英文政府 你们一方面卑躬屈膝的进口美国莱猪 引发大多数台湾人民的焦虑还有不满 另一方面 你们又动用了警察还有法院这样的国家暴力 去约谈还有起诉反对莱猪进口的异议者 这种粗暴的打压一天比一天还严厉 但是政府的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 却视而不见 民进党政府 你们和美国联手起来欺负台湾的人民 大家都眼睛血亮的瞪着你 丧权辱国的恶行 不要以为国家暴力在你手上 你就可以为了讨好美国统治者 去镇压人民 胡作非为 转型正义已经沦为民进党里面的遮授部 台湾人民最终一定会和你们算总账 不会就会了 你不过来 就会被讨好 你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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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给你 你不过来 我感觉 你不过来 你不过来